这个格式取得之后呢 就写入完成 那我想各位 那我这个完成之后 我跑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实际上 当然如果说你不确定 它跑出来的结果呢 你可以也是一样 我是建议你写完成式呢 不要那么急着 直接就把它run 可能会看不出来它的细节 那我建议各位 我先把它这个放来删掉 那你可以 在这个地方呢 先按那个F8 让它可以逐航逐航的去执行 那比如说第一个 你要先确定一下 因为逐航跑 你要先注意就是说呢 它取得的变数 游标放上去 确定这个Y的值是不是204 那如果204没问题的话呢 那就往下 那它就会for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范围的话呢 我把这个底下关掉 回圈的范围呢 你可以取得S之后的话呢 把游标放上来 是不是57 没错57 然后呢 它的M的话呢 值是多少 7 如果你没有用format的话呢 它会是只有7 那我要07的话 你可以用format 后面记得逗点一下 逗点之后的话 给它格式 给它格式 那这样的话 取得格式就是07 再来H的话呢 它本来是5 那取得的话呢 格式就会 format之后呢 就会是05 05 那就把最后的结果呢 写到 写到哪里呢 写到我指定的储存格 就是第几列 因为这个i目前的值呢 现在是2嘛 所以它会写到第二列的 第几栏 等于到这边的话呢 第七栏 所以呢 这边的话 我就就把结果 组合之后的话呢 把结果怎么样呢 写到这边来 所以现在的话 把F8再按下去 那结果呢 它就会把这个结果 有没有 把这些组合的结果 把它写到这边来 那其他的话 NAS 以此类推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呢 它一行一行往下跑 那最后当然 要跑204次 减掉E 203次 那你就再来 就直接把它执行完毕 就OK了 好 那这样就保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除了这个程式之外 顺便呢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先删除一下 DList掉 顺便呢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177页的下方这边 那这个是书上的一个撰写流程 那等一下也会顺便教各位 就是说 在回圈里面 当然除了说有FOR回圈之外 我一般前面 教的都是用FOR回圈 那其实 在回圈里面 还有所谓的 FOR回圈 那这个FOR回圈 也蛮常被用到的 那你会想说 那老师那FOR回圈 跟FOR回圈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 它两个最大的差别 说FOR回圈 它的特性 一定要有个 头跟尾 有没有 从哪里到哪里 所以呢 我们会有2 到最后一列 那关键就在最后一列啦 也就是说 你要跟他讲说 你结束 在哪边结束 他就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的去帮你执行完毕 可是FOR回圈呢 跟FOR回圈最大的差别是 它不是一个范围 它 他进入点 就是说 他要跑里面的 里面的这些